哇 我這個高麗菜全部被雪淹掉了 十公頃高麗菜園全部被雪掩蓋 農民尋田每踏過一步 內心淌血 都被雪膚蓋掉了 哇 真的沒辦法 這隻雪下得太大了 新竹堅實積雪三公分以上 農民眼看高麗菜全都凍傷 賣不出去 連成本都慘賠 損失超過八十萬 簡直欲哭無淚 寒害根本是作物殺手 桃園復興 果農就怕寒流毀了柑橘 趕緊快手搶收 彰化盛產葡萄 而葡萄正值開花期 就怕花萎縮 農民雙拐旗下 又是照燈 又是給葡萄泡溫泉 雲林農業大縣 小豬也要防寒 全窩在一起照燈保暖 例如五十天的小豬可要細心呵護 豬農打造全自動溫室 盡量讓室溫維持在二十三度 而小雞也怕冷 溫差大 還恐感冒 雞農也很大興 暖扇開下去 暖風吹拂 一切妥當 寒流發威兩樣勤 雖然下雪帶來美景 但對農民來說 可真是有心 記者綜合報導 雪霸翠池積雪超過二十公分 遊客玩起雪來 煩惱通通 拋煮腦後 至於玉山也是一望無際的白 夢幻又浪漫 台雲山莊 山友踏著雪白 階梯前進 南投荷歡山則成了銀白世界 武嶺停車場大爆滿 民眾堆雪人 還有人毛毯裹著愛犬 到此一遊拍張照留念 各有年輕人 衣服直接脫了 簡直嗨翻 我們從哪裡來 我從屏東來 屏東 對 從屏東來 你很勇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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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歲一輩子第一次 高不高興 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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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騎車上來 一二五 白牌 很熱血 同學 很熱血 會不會覺得 目前最大的感覺是怎麼樣 超冷 超級不低冷 第一次看到台灣下雪 殘血車難得派上用場 一團團冰雪又夠療癒 電動車也開上來了 追雪難道不怕 後電丟車嗎 暖氣你就不要開太強 但現在到山上的話 其實我還有差不多四幾趟 荷歡山下雪管制 有民眾錯過上山時間 居然就地烤肉 吃美食兼取暖 被勸導還反嗆遠景 吃上罰單 你已經不同經理了 沒有差啊 不是沒有差啦 我們已經 我們有幫你勸導 揭手好 揭手好 除了武嶺 松雪樓更是從凌晨就降雪 積雪已經七到八公分 松雪樓下雪了 太漂亮了 一地積雪留有遊客興奮踩出了腳印 路面積雪可能會持續幾天踩融化 二十九日前路面能亦有 解冰 激冰的現象 目前正在下雪 越下越大 台東嘉明湖山屋下雪 松樹被冰線覆蓋 勿松籠罩 而大雪山一如其名 還真的大雪紛飛 雪霸桃山步道 山林間降雪 能高越嶺 堪衝五星級山屋的天池山莊 積雪則把太陽能板覆蓋 無法蓄電 面臨斷訓問題 像剉冰一樣的細細的雪 台中福壽山農場 天池露營區同樣降雪 最強寒流發威 冷暴雪景 給足遊客驚喜 記者綜合報導 丟飛拔雪 開心吶喊 還拔兩千公尺的宜蘭縣 太平山國家分了遊樂區 化身雪白童話世界 追選民眾一大早就上山玩雪 二十二號晚間 太平山的氣溫就下降到 涉事零度 反正十點多更是下起冰線 直到二十三號臨晨六點半 低溫再下探到負三度 雪片分飛 積雪深度達到三公分 由於雪量太大 太平山國家公園 罕見地出動了產雪車 清出路面 一專一線 十七點五K以上 自太平山莊 它的路面有積雪結冰的現象 上山閃雪的遊客 務必攜帶雪鏈 園區售票口等候入園的車輛大排長龍 園區工作人員在十六點一公里處 設置雪線管制點 而另一頭 新北市物來區九六七高地 也出現降雪 樹木 機車 屋簷 全都覆蓋一層薄薄的雪 不少網友得知消息 紛紛喊著要去追雪 不過要注意安全起見 最好要加裝雪鏈 壓上去 勾 先勾 就好 老闆仔細解說雪鏈的裝法 民眾怕實際操作出差錯 趕緊用手機記錄下來 一大早還不到八點 就已經有許多民眾排隊 等著拿號碼牌要租雪鏈 他們已經管制了 所以我們上面去的時候 再找人家帶工去裝雪鏈 這兩天雪鏈店家忙得不可開交 生意至少多了五六成 不過如果是小朋友要上學 這天氣恐怕不安全 台北 桃園 新竹共九間學校 都因為下雪或是路面結冰 停課一天 其中台北市最高海拔的 胡田實驗國小 周三是否還會再放假 早到晚上根據氣象署預報 再做決定